史莱克学院众人自然不知道这家伙是什么意思 可他每天都重复着同样的话 又怎么能不惹人怀疑呢 其实 风啸天的目的很简单 在预选赛中 他们没能和史莱克学院碰到 所以他可以说是最不希望史莱克学院输的一个 只有大家都进入总决赛 才有交手的机会 这可是他追求活舞不可多得的机会 只要还有希望 他就不会放弃 风啸天这些天和史莱克学院这边 也算是混得比较熟了 小五妹妹 不要这样嘛 怎么说 哥哥也是来给你们加油的呀 小五没好气的哼了一声 谁是你妹妹 别套近乎 唐三拍拍小五的肩膀 自己走到风啸天面前 微笑道 我们会尽力而为的 如果风学长 希望我们能在总决赛中碰到 那么 在之后的比赛中 你们可也不要输 那样的话 我们肯定会遇到的 风啸天脸上 虽然依旧充满笑容 但眼底却闪过一丝精光 正好为唐三绝佳的目的捕捉个清楚 这么说 你们史莱克学院的目标是冠军了 唐三反问道 难道 你们神风学院不是吗 出乎众人意料的是 风啸天竟然摇了摇头道 当然不是 冠军我们从来都没指望过 谁赢得了五魂殿那些变态 戴木槐心中一动 他们对于五魂殿参赛人员 并没有任何了解 忍不住问道 代表五魂殿出战的那些队员很强 风啸天黑黑一笑道 具体我也说不好 反正我们想要碰到的话 就先祈祷 最好不要碰到他们才好 比赛要开始咯 我先走了 看着风啸天快速离去的背影 邪眸白虎戴木白眼中 溜露出几分特殊的光彩 这个风啸天一定知道些什么 但他却不肯说 唐三陈寅道 神风学院已经很强了 在这些比赛中 他们除了没有碰到我们之外 还战胜了排名第一的雷霆学院 如果不是因为他们曾经败给排名第四的赤火学院的话 神风学院的战绩将会是全胜 这虽然不能证明他们的实力是所有参赛队伍中最强的 但肯定要比赤火学院 向下学院更加难对付 像他们这样的队伍 竟然对五魂店那支参赛战队没有任何获胜的信念 看来我们在总决赛里要面对的对手恐怕很难对付 两人对视一眼 脸上都多了几分凝重 如果是同龄人之间的战斗 是来个奇怪 可以说不惧任何人的挑战 但这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精英大赛的年龄上限却是25岁 天才虽少 但绝不会没有 五魂殿是什么地方 那儿是所有魂师的圣地 能够代表整个五魂殿出战的人实力又怎么会差呢 在史莱克学院众人思考着他们未来要面对的对手有多么强大时 在距离他们不远的地方也正有一群妙龄少女在注视着他们 大姐 你看史莱克学院那个戴木白好有型啊 听说他的绰号叫邪魔白虎 衍生双瞳 书画的是一个鹅蛋脸的少女 二十出头的样子 身材娇小 一头墨绿色短发 十分精神 这群少女全部身穿蓝色队服 正是史莱克学院即将面对的对手天水学院 五大元素学院招生都有自己特殊的要求 象甲学院招生的标准 首先体重要超过三百斤 其次才是对五魂的要求 其他的四元素学院的要求主要都是以五魂的特性为主 像赤火学院要求报名学员必须要有火属性的五魂 而天水学院自然是水属性的 在五大元素学院中 天水学院的报考是极为苛刻的 因为除了水属性五魂之外 他们还有额外的要求 第一只收女学员 第二非美女不收 但他们也有人性化的一面 天水学院在五大元素学院中 是唯一向平民开放的 这一点与史莱克学院一样 因此天水学院这次来参加大赛的所有队员 不但全是由女学员组成 而且皆是美女 说话的墨绿色短发少女 看上去是正式队员七人中年纪最小的一个 脸上还带着几分稚气 气丫头 你什么时候变成花痴了 这样下去 待会儿你岂不是要放水吗 一名鹅蛋脸的红发少女取笑道 好了 你们别闹了 比赛马上就要开始 史莱克学院很难对付 从预选再到现在 实际上他们一场也没输过 赤火学院和象甲学院先后败在他们手上 绝不是巧合 想要战胜他们并不容易 虽然现在我们已经肯定出现了 但如果今天输给他们 那么在总决赛中遇到 气势上就落了下风 所以今日之战 大家务必全力以赴 和之前的两个女孩相比 这个女孩子的声音要沉稳得多 在天水学院全部七名参赛队员中 她并不是年纪最大的一个 甚至有可能是最小的 因为她看上去似乎还不到二十岁 可她一说话 其他六个女孩子的表情却明显收敛许多 看着她的目光也带着几分尊敬 此女身高在一米六五左右 身材非常匀称 既不是那种夸张的丰满 也不是那种瘦小的类型 一头水蓝色的长发 披散在背后 白皙的面旁点缀着精致的五官 乍一看似乎并不是特别绝艳 但仔细看时 却能不断地发现她的美 那是一种朦胧的美感 她就是天水学院战队的队长 也是战队的大姐水冰儿 天水学院战队的队员们 大小排位不是按照年龄 而是按照实力的 所以水冰儿的年纪虽然最小 但战队里的姐妹叫她大姐 却都心悦成福 她在天水学院战队中的地位 甚至比唐三在史莱克学院战队中 还要重要 这时终于轮到他们 这最后一轮比赛的战队们入场了 当五大元素学院 加上史莱克学院同时入场时 整个天斗大盗魂场 完全沸腾了 今天是预选赛的最后一天 这又是最后一轮比赛 为了观看五大元素学院 与史莱克学院同场竞技的盛况 今天的门票价格 比以往要高了数倍 尽管如此 依旧一跳难求 史莱克学院战队与天水学院战队 分别从中心主擂台的两侧 登上了擂台 或许是因为上次史莱克学院 与仓辉学院一战中 那位贵宾席的解说员出了大丑 在接下来这几天的比赛中 他已经比以前 输联了许多 本届选赛 最后一轮的比赛即将开始 首先 让我们将目光 投向左侧的比赛台 由相甲学院 对阅思学院 最后 让我们将目光 落在中心主类台上 这也将是今天 最精彩的一场比赛 已经确定会从预选赛中出现的史莱克学院战队 与天水学院战队将上演 本届全大陆高级浑石学院精英大赛天斗城预选赛最后的精彩 一方是今年的黑马 一方则是老牌强队 究竟谁能获得最后的胜利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登上中心主类台 当水冰儿看到史莱克学院最后的出场阵容时 眉头不禁皱了皱 和赤火学院的活物一样 他心中也同样生起一股怒气 史莱克学院曾经出场过的另外两名四十几以上浑石 并没有出现在这场战斗的出战队员中 他们究竟是小看我们天水学院 还是认为这样的阵容就足够对付我们了呢 裁判示意 双方队员相互行礼 双方各自站成一排 水冰儿与戴木白对立 看清水冰儿的相貌 戴木白也不禁微微一惊 他也见过不少美女 但这样有特点的女孩子 还是很少见到 尤其是这水冰儿身上的气息虽然不强 但眼中的睿智的光芒不禁令他联想到了几分唐三的眼神 这是个很有智慧的女孩子 戴木白立刻就做出了判断 为了锻炼史莱克奇怪的临场应变能力 大师在预选赛的每一场开始之前都不会给他们详细介绍对手的情况 一切都由唐三来主持 这种锻炼的实战意义效果非常好 史莱克战队队长 戴木白 44级 强恭喜战魂志 对方毕竟全是女孩子 戴木白明显要比以往面对其他战队的时候客气了许多 报上自己的名号和等级 表示对对方的尊重 水冰儿虽然心中有些怒气 但表面上却丝毫没有流露出来 眼看戴木白主动表示尊重 他也立刻爆出了自己的情况 天水学院战队队长 水冰儿 43级控制系战魂师 他是控制系的 听了对方的话 戴木白忍不住看了一眼身边的唐三 心中暗道 小萨儿 这次你似乎要遇上对手了 唐三依旧是一脸平静 想从他的脸上看出些什么可不容易 水悦尔36级敏攻系战魂师 站在水冰儿身边 相貌和他有几分相像 也是之前曾经对戴木白很有兴趣的短发少女 主动爆出了自己的名号 他与水冰儿同父异母 两人发色虽然不一样 倒是递亲的姐妹 啊 戴木白愣了 水冰儿也有些发愣 双方队长爆出自己情况 表示尊重就已经足够了 这可是比赛 不是切磋 水悦尔的话题顿时显得有些突兀 水悦尔说完之后也发觉了不对 俏脸上顿时多了一抹红韵 不过这个女孩子显然很大方 毫不掩饰自己对戴木白的兴趣 一双大眼睛就那么直勾勾的看着她 要是在以前 这种送上门的美女又是浑尸 戴木白肯定是不会拒绝的 可现在却不一样 台下还有一位幽名灵猫在看着呢 两个人的关系好不容易缓和了许多 要是再爆发 戴木白可真不知道以后自己的日子应该怎么过了 所以面对对方的主动示好 戴木白也只能眼观鼻 鼻观口 口观心 一副正人君子的模样 为了不让对方过于尴尬 唐三轻轻地碰了一下身边的小五 小五立刻会议 小五三十八级宁攻系战魂师 裁判也不想再耽误下去 双方准备 可以释放你们的武魂了 戴木白和水冰儿几乎同时抬头 戴木白邪谋四同 金光闪烁 气势顿时变得不同了 宛如猛虎下山一般的压迫力 骤然释放 凭借着在魂力上的优势 顿时令面前的七名少女同时离人 史莱克战队立刻进入战斗队形 依旧是三强公在前 唐三居中 小五和精灵在他左右 降猪在最后补给 而他们的对手天水学院阵形 竟然和他们这边很相似 三个女孩子顶在前面 水冰儿居中 水月儿和另外一名闽宫系少女 在他左右 还有一名一头黑色长发 脸色有些苍白的少女 站在最后面 双方的五魂几乎同时释放 整体实力顿时展现 令战斗队和唐三都有些吃惊的是 天水学院的实力比他们预想的还要强些 因为每天都在比赛 他们根本就没有时间去观察对手 大师又故意不给他们任何消息 所以他们只是知道天水学院是由女学院组成 并且实力都是水属性 其他的情况并不了解 此时 当双方魂环同时释放的时候 天水学院的实力立刻就展现了出来 除了43级的水冰儿以外 还有两名40级以上的魂师 一个是站在最前面的三名强攻系战魂师之一 另外一个就是站在他们队伍最后面的那名黑发少女 魂环的颜色虽然不同 但天水学院的七名队员武魂的颜色却是一样的 都是水蓝色 水冰儿全身都笼罩在一层朦胧的蓝光之中 一圈耀眼的蓝光带着几分绚丽的模糊 漂浮在他背后 连唐三都没看出他的武魂究竟是什么 只能感觉到那是一种很强大的气息 在最前面的三名强攻系战魂师 武魂也很奇怪 他们身上都在某些部位上多了一些细密的鳞片 那并不是龙鳞之类 更像是鱼的 而两名闽攻系战魂师中 水月的武魂令他的皮肤上多了一层明亮的幼稚 另一名闽攻系战魂师的皮肤则完全变成了蓝色 史莱克学院战队众人面面相去 这样的对手 他们还是第一次遇到 竟然看不出对方的武魂是什么 虽然还没动手 但他们已经明显落在了下风 比赛开始 裁判看到双方武魂释放完毕 立刻宣布 攻 很简单的字 在唐三的指挥下 戴木霾 太龙和黄远三人同时冲了上去 看不出对方的武魂是什么 就通过交手来试探 在战斗中才能更清楚的判断 小武和精灵同时从两旁绕了出去 而唐三则紧随着发动攻击的三人跟踪而上 五条蓝银草同时系上了五个人的腰间 就算对方有很强的爆发力 他也能在第一时间帮助几方队友撤退 随着戴木白三人的前冲 天水学院的三名强攻系战魂师也动了 但双方都没有在第一时间释放自己的魂迹 而是赢着对手压迫而上 两道凝固般的目光吸引了唐三 当他与那目光相对的刹那 心中立刻感觉到几分不妙 没有防御自己 而是直接发动了自己的第一技能 缠绕 三道缠绕同时释放 目标是对手最前面的三名强攻系魂师 自从上次他感受到野生蓝银草的气息之后 他自身在蓝银草的应用上比以前要强了很多 这作为第一魂技的缠绕 更是可以顺发于自己魂力控制范围内的任何一个角落之中 就在唐三发动自己第一魂技的同时 水冰儿身上的第一个魂环也已经亮了起来 冰蓝色的光芒一闪 唐三只觉得全身一冷 前进的身体顿时停滞 整个人都被凝在一块尖兵之中 同时被凝结住的还有戴木白黄远和泰龙 虽然这只是第一魂技 但在瞬间四发足以证明了水冰儿在自身控制技能上的强悍 双方的强攻系魂师同时被对方控制 不同的是史莱克学院这边连控制器魂师也被控制了 水冰儿身上的第二个魂环紧随着第一个亮了起来 一共五道冰环释放而出 分别笼罩在天水学院三名强攻系战魂师和两名闽攻系战魂师的身上 神奇的一幕出现了 这五名被冰环笼罩的魂师身上顿时多了一层晶莹的蓝色铠甲 伴随着三名强攻系战魂师同时发力 他们身上的蓝银草已经开始崩裂了 哄 大鹏的兵粉四散飞扬 在这种时候就能看出谁的实力更强 戴木白在对手三名强攻系战魂师 挣脱蓝银草缠绕之前 困住他的尖兵已经化为了兵粉 大鹤一声 白虎护身杖 白虎猎光波两个技能同时释放 白虎护身杖是施加给自己的 而白虎猎光波则直接越过三名强攻系战魂师 直奔水兵儿去 学武开始 水兵儿面对戴木白的攻击不慌不忙 先下达了命令后 这才从容的给自己身上也施加了一个第二魂计 顿时在他身上也多了一层兵甲 当戴木白的白虎猎光波攻到他身前的时候 先前浮现在他背后的蓝光突然释放 与水兵儿身上的兵甲融为一体 砰了一声 水兵儿只是后退一步 却并没有受到任何伤害 莱茵草被挣脱 黄远和泰龙也先后挣脱了兼兵 唐三脱开束缚的速度比他们还要快上许多 可是在他刚刚挣脱身上兼兵的刹那 水兵儿的第一魂计已经再次降临 根本就没给唐三缓过来的机会 就已经被再次冰封 泰龙是力量型魂师 面对他的对手一名身材高大的女魂师 大手一挥直接向对方抓去 对手毕竟是女孩子 他也不好意思下重手 自身力量爆发出来 他相信同级别的魂师还没有谁能够与他比力量 当然就算是唐三也是凭借技巧才能战胜他力量的 他面对的女魂师也同样抬起了手 也不闪躲身上蓝光大放 第一魂环闪亮 原本只是出现在他一侧脸颊上的鳞片 瞬间蔓延到全身每一处 同时第二魂环也亮了起来 一团庞大的蓝光从胸前升起直奔泰龙胸口出撞去 面对对手的攻击 泰龙改抓为拍 拍向对方肩膀 因为他的魂迹是完全力于自身的 发动速度比任何魂师都要快 所以当对手的攻击完成时 他的手也拍在了对手的肩膀上 拍是拍上了 但给泰龙的感觉却很奇怪 就像是拍到了一块滑不留守的尖兵一般 绝大部分力量都被卸掉了 而对团蓝光也已经在他胸前爆发 强烈的冲击力顿时将泰龙高大雄壮的身体 轰击的飞了出去 那少女也并不好受 她还是小看了泰龙的力量 虽然凭借第一魂技 大幅度削弱了泰龙的攻击 但还是有一部分力量作用在了她身上 闷哼一声跌退束步 半边身子都已经陷入了麻痹之中 双方开始交手的同时 那位于天水学院战队最后方的黑发女孩子 也开始动了起来 奇的是 她并不是攻击 而是就那么在原地捂了起来